日本沖繩舉行了2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集會 抗議美軍人員涉嫌奸殺當地女子 幾萬名居民在會上通過了侮約束力的決議 要求美軍撤離 在今年4月一名駐日美軍民職人員 涉嫌奸殺沖繩女子棄施樹林 不過根據雙方在1960年簽署的日美定委協定 如果駐日美軍在執行公務期間犯事 日本並沒有審判權 稍後跟大家報道 在世界女排大獎賽 中國擊敗了花西 贏得會滿贊冠軍